其實蠻好吃的耶 首先是呢 我覺得它這個煙燻醬 做得很好 我覺得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甜味的部分 去中和掉它的鹹 吃下去呢 是很香的 其實這個融合的算是蠻不錯的 番茄的味道是完全沒有出來的 但是番茄會讓這個漢堡的層次 在尾韻多了一點點酸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咦 又見面了 難得可以連續兩個禮拜都有新品開箱 因為好像有一家素食店 最近很拼喔 沒錯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新品呢 就是肯德基在今天情人節 所推出的美式煙燻卡脆雞堡 聽到這個名字呢 我就安心許多了 比起上一次的巧克力炸雞 這次的產品應該算是正常許多了吧 煙燻搭配上炸雞 應該是不會難吃的 未看先猜 我覺得這次的產品呢 應該可以有8.3分以上的評分吧 就是一個平均水準上的產品 那究竟等等會不會被打臉呢 我們話不多說直接來開箱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新品 首先有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漢堡 它比我想像中的小很多耶 大概只跟我的拳頭差不多 可能再大一點點 這算是一個非常小的套餐耶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來看一下漢堡本身 果然很小 那我們看一下它裡面的部分 哦 它其實是做了一個煙燻的烤肉醬 然後在這個漢堡上面淋上非常非常多的醬 那本身的炸雞呢其實是沒有去做煙燻的 它還是一般的炸雞 然後中間再加上番茄還有起司 但必須要說我覺得這個炸雞也算是很小塊的 比一般的肯德基的雞塊要小很多 看到最底部的部分呢 它的炸雞就沒有塗上這個煙燻醬了 煙燻醬就是從上面這樣子淋下來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麵包的部分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醬 那煙燻的味道我覺得還好沒有到很重 實際上吃下去看看 其實蠻好吃的耶 首先是呢 我覺得它這個煙燻醬做得很好 因為它有點鹹甜鹹甜的 那吃下去呢 你就會覺得 有帶到肉質的那個鮮味出來 而且它這個煙燻烤肉醬呢 不會太鹹 因為通常來說吃漢堡很怕的是 它加了這麼多醬的情況下呢 整個漢堡會變得非常的鹹 但其實不會 我覺得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甜味的部分 去中和掉它的鹹 吃下去呢 是很香的 然後煙燻的味道沒有到非常非常的明顯 它是你大概在咬了兩三口之後呢 它會慢慢在你的嘴中 有一點點煙燻的這個味道飄出來 但是其實就是配角而已啦 它不會搶掉整個漢堡的口感或者是味道 再來唯一小小的缺點是 它雞肉的部分 稍微有一點點乾 就是不像是我們一般所認知到的 炸雞它會有流汁的那種感覺 再來說到配料的部分 番茄呢 是完全吃不出味道的 它只是讓整個漢堡呢 稍微再變得更濕潤一點 不會太乾柴 起司的部分是有的 它也是大概是在你咬了兩三口之後 會先有煙燻的味道飄出來 然後大概飄了一兩秒之後呢 就會有起司的味道在包覆 其實這個融合的算是蠻不錯的 不過我吃這個第二口呢 雖然番茄的味道是完全沒有出來的 但是番茄會讓這個漢堡的層次 在尾韻多了一點點酸的感覺 就是它讓漢堡不只有鹹甜 還多了一點點酸 可能聽起來會覺得 蛤 這麼多的味道會不會 嗯 有點怪 但其實不會 因為它是慢慢分層分層下來的 那這三個味道結合起來呢 其實是還不錯的 真的好香喔 甜甜鹹鹹的 我覺得這個漢堡絕對是可以一口接著一口 很快就把它吃完了 好 那我們這次的美食新品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果然不失所望 真的是蠻好吃的 只是說它份量很小啦 我覺得一個男生 他其實是絕對吃不飽的 但是對於一個女生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份量算是蠻剛好的 對 要跟大家說一個 我這次覺得還蠻訝異的點 也可能是因為跟它很小有關係嗎 這次的套餐呢 很便宜 這樣子一整個個人餐 漢堡搭配一個薯條 再搭配一杯可樂 只要134塊 很特別的數字 但是以一個現在的素食店來說 134塊 真的是很便宜 價值觀應該還沒壞掉吧 嗯 應該還沒吧 這次的漢堡呢 我覺得評分可以給到 8.8顆星 超高了吧 欸 其實我本來是想要給到9顆星 而扣的那2分呢 就是它真的太小了 吃不飽啊 所以就給它扣了2分 但是味道上呢 我覺得算是真的很棒 因為我後來想一下 它的雞肉不太像是一般 我們吃到的炸雞一樣 那麼的鮮甜多汁 有可能就是因為 它實在是加了蠻多的烤肉醬 既然加了這麼多的烤肉醬 如果它又是一個很多汁 然後炸得很肥美的雞肉的話呢 有可能這個漢堡吃起來 就會太油膩 所以如果你是吃 稍微比較清淡一點的人呢 我覺得這個漢堡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吧 我們下集見 掰掰 哇 真希望 每個禮拜都有新品可以開箱 大家下集見 幾次 粉紅 美食 小鈴鐺 上 溝